菠萝和冬瓜可以擦出什么火花 这个金灿灿的颜值 甜蜜蜜的口感 好适合中秋家园 给团圆的日子天惊天愈 冬瓜去皮 切成小小粒 这样吃起来就好像是水果茶里面那些小料的口感 切菠萝真的是很容易 头尾去掉 从上面切 把菠萝切成六份或者八份 菠萝就被分解开了 最后轻松一刀 就可以get到它的肉肉 也是切成跟冬瓜粒大小的小丁 把冬瓜丁简单的过一下水去掉生色味 水开就捞出来不要煮久了 再下一锅新的开水 加点白砂糖 煮一分钟 煮到冬瓜不生硬 有一点点软了 这样就放菠萝 迅速的调个粉水 两勺马蹄粉 用一点点凉白开化开它 一边倒一边迅速的搅拌 再煮个半分钟就行了 真的是很绝哦 菠萝味超级的香 冬瓜丁又很爽滑 热着吃是糖水 放冷了喝呢 像饮料 我还给它起了一个好美的名字 惊风欲露 中秋团圆美好的气氛 瞬间就拉满了